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计划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28期 今天咱们学的标题是,大家请看组件值 这个冒号我翻成值,组件值,传递变量 咱们上一期叫做组件值传递数据 今天咱们传递变量,数据和变量有什么区别呢 数据是固定的值,比如说ABC,123是固定的值 而变量是传递的,不是变量的字面值,而是变量的内容 没关系,咱们看啊,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为组件传递变量数据 而不是上期的数据 咱们这一期要制作一个可以接受变量参数的组件 说起来很难啊,咱们这概念咱们大家把它略过 咱们直接上来就看例子啊 今天的综合例,首先说,我定义了一个输入空间 大家请看,请输入您的名字 这个名字呢,我绑定了一个modal模型 叫做my name 这个my name呢,在咱们组件中定义 大家请看,就是这个组件数据属性的这个地方 我呢,my name叫做koma 所以我这呢,写上koma,koma 这个koma的my name的,这个注意是my name的变量名 变量值呢,叫koma 那么一会儿呢,咱们要把这个变量传入咱们的组件 然后呢,这个变量和这个input的空间进行绑定 是双向绑定 好,那就是说,咱们在画面中输入什么样的名字 它都会自动的赋予my name这个变量当中 好,咱们再往下看啊 接下来是咱的组件,叫做say hello 就是说,你好组件 这个组件内容也是不难 就是一句话,叫做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你好,然后呢,我传入来什么名 它这呢,就显示什么名 就这么一个组件啊 然后它接受一个p name参数 大家注意看,我这个地儿加一个p 为什么加p呢,是这样 就是说,我这个多年的这个编程开发过程中 我认为啊,就是说,如果咱们定义一个函数 咱们就要接受参数 那么咱们给参数,所有的参数名之前加一个p parameter嘛,就是说啊 这个变量呢,是我从这个参数接口传递过来的 咱们一看代码,马上就明白 增加代码的可读性 好,就这个例子啊 say hello,咱们有一个p name的属性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my name my name,my name 这个变量传过去 然后呢,在咱们的这个组件当中 打印出来,你好 这咱们不用您了 显得你好啊,更亲切 您好呢,显得有距离感 这是另外话题啊 然后呢,您好,比如说coma 一上来是处置coma,对不对 哎,您好coma 就是这个例子 然后呢,我在这个页面当中 不停的改变这个变量的值 那么这个变量的值 会直接传入到咱们的组件 然后你好的这个地方 也会随之变动 这就是今天的例子啊 就是咱们给这个组件传递变量 好,咱们试一下啊 我把它拷贝过来 index 咱们拷过来啊 好,咱们试试啊 咱们运行咱们的浏览器 然后今天是第28期 index 大家请看 请输入您的名字 然后呢,我这个初始值是coma 对不对 所以呢,他就说你好coma 显得很亲切啊 比如说我不叫coma,行不行 当然行 比如说我叫mike mike 哎,这就是mike 比如说我叫join 就是,哎,这join怎么拼来着 怎么喝呢 嗯,ok 你好,join 也就是说 咱们呢 编一个组件 然后呢,咱们组件是一个参数 同时可以接受负空间 换句话说 使用者传进来的 使用者的变量 也就是说 咱们传,传myname 那咱们这个pname 接受到这个myname的变量 那么这应该显示什么 有朋友说 能不能显示成myname 那就是显示出 把这个myname当成字符串使用 因为咱们是变量绑定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显示的不是myname的字面量 而是myname的值 coma 这个地方呢 请大家注意 好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 为组件传递变量数据的代码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 今天我的代码呢 放到了开源中国的服务器厂 供您下载参照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